我今天十一点半我来的 我在那个师父的疗磐外面 在等师父 我在跟他拜年 我在听你们这个小朋友 在一堂念佛的声音 哦 好洪亮 你不要小看这个洪亮 你们好像觉得好像在游戏在玩 即使游戏在玩这个佛号 就有他的力量在 他就有一个力量在 这个力量是你们的 没办法想象 他就慢慢地转动我们的业力 好 慢慢就转动我们的业力 我在北部在讲课的时候 有一个人 有一个居士 他呢 每天有个打牌的习惯 打麻将的习惯 这打麻将他又很难改 有一次呢 大家相约 每天五千声佛号 五千声佛号 他呢 因为某种因素 他也不得不念 被逼得念 他自己就被大家诱骗了 大家一起在发愿 每天五千声佛号 他也就这么一起发愿 发愿之后他有点后悔 糟糕我做不到怎么办 然后我们大家就说 你要做到 五千声佛号要做到 他就勉强自己去做到 结果呢 他就慢慢练慢慢练 后来两三个月之后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想打麻将 他真的越来越不想打麻将 他就不改变 他整个人就改变了 然后呢 五六个月之后 整个人就觉得 不一样 真的念佛不一样 好 然后我们是半年发愿一次 大家半年上去再愉快 再发愿一次 他又再发愿 半年后 他又来又签名 这次是他主动的 我们没有诱怀他 他主动的 他主动来签名 我要继续练 要继续练 每天我 五千声佛号 好 你们看 他的现在 以前人 我看他刚来的时候 听课的时候 他的脸就是灰灰的 好 现在呢 他开始吃素了 然后呢 整个人呢 就 脸就得光彩 就比较亮 就比较亮 所以你不要看那个念佛 你们师公 这样要求是很有意义的 无情台湾 你去外面去下地影 你去看 在干嘛 学画画 书法 然后什么认识 这棵树长什么样子 什么名字 然后环保 都是在讲这些课题 从来很少人 就叫你用心念佛的 不多你 没有一个下地影 是这样要求的 只有我们这个下地影 是这样要求的 这个才是真的要求到重点 我们今天是 这种工作 这种工作 因为它比较扎实 它有着儿童读经班 做后度 有儿童读经班 做后度 全省各地方有儿童读经班 虽然有些读经班 当然是否 他在经营商业座上 都遇到很多困 可是至少你还是存在 对不对 一定要 尽量让他转动 让很多孩子 又有机会 至少他 这个家的附近 有个读经班 他至少还有机会 有个地方可 他想去就有个地方可以去 至少有机会 但我们的读经班又跟外面的读经班 有个地方 我们就是专心 就是有很多咒语 然后那个佛号 用心 然后呢 再讲很多英国度数 让他整个人身心稳住 你至少让他回去电脑不会乱看 至少让他回去 你父母亲还能够尊敬 至少让他回去 小孩子不会被带坏 好 因为这个就很大的苦 好 我们这个义工 这意义是非常大 这很神圣的果实 非常神圣的果实 非常神圣的果实 好 好 所以你们 你们 你们 不要 好 这个 不要怕苦 好 不要怕苦 也不要怕心 好 这个是 这种精神 在国内比较少 师父到了 他老人家在眼光看得很远 好 他真的看得很远 而且师父的教导价格比较严格 你还本身就会 好 大家就比较容易进入到 我们就是来修行的 这个心 我们就是来修行 我们不是来要迷要迷的 好 不是这样 我们就是来付出 我们就是 纯粹就是去做的 师父就是用行动就去做 你看 半夜两点就去厨房了 师父老人家 你们做得到吗 半夜两点就去厨房了 那两点多就起床了 师父啊 你们施工啊 两点多就起床了 就开始就往厨房去了 那 但是他是这样的用心 有的用心去 这些都是 一直让我们 我们 我们这个环境就是要让我们去体会 因为处理生死很重要 修行很重要 没什么其他比这个重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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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